來啦! 接著是ACID RING 好!來啦! 玩具TV! ACID RING! 第九季第五集! 第二支! 對我來說很難搞 好!現在已經一轉的畫面 就是Bto5的兩個 我覺得都算是新產品 首先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這個夢寐以求 終於都肯寫得出的 Bot Bot也不止 還要出一個 強化型的裝甲服 Morsey Lauren 今次究竟有什麼玩呢? 或者你坐在中間 你自己聰明一下 看看個人 基本上 你要我玩 我就不太熟 玩的 玩不用熟 但是呢 裝甲服 可以這樣坐進去 我就覺得是幾好 這輪胖很有氣勢 是嗎? 拔得 拔得 他本身是分開的 其實我反而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的重點 都會放在今次 人仔 Bot那裏 Bot本身在ACID RING 人氣一向都很高 作為一個老兵 見過世面 在這個作戰來說 他的經驗也是最豐富的 雖然 我自己覺得 在故事裏面 他的行徑是比較神秘的 但是 因為他的遭遇 經常勝地 引來一場 神風血雨 無論如何 今次有這個老兵 Bot一起玩 整個Morsey Lauren 都是非常之過癮的 好 先試試坐下去 有關人士剛才進來 講完你的頂鐘機 有關人士 有關人士補回一些價錢資料 自己補回一些價錢資料 在這訊息上 麻煩各位陳先生 你現在先拍一下影后 其實你看回 都重新多次 如果大家玩B to 5 某程度上 都可以跟這個ACID RING 抽離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B to 5 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載具裏面的擴展性 所以你看回 其實每一個 這部Morsey的身上 有很多孔 那些孔就是方便你插回 其他同系列的產品 增加它的擴展性 以及本身也增加它的可換性 現在Dick就很努力地把這個老鬼B to 5 塞回到駕駛艙 那裏 搞定了 那你問我 我覺得這隻裝甲其實挺有氣勢的 是 如果你問我來說 如果在沒有裝甲之下 我覺得它的尺寸比較小 但是如果你說 整個裝甲 那便剛剛好 因為它的裝甲 又不會過份大舊 它開槍的位置很實正 其實有一件事 要稱讚一讚 就是本身 其實這個Series 由第二彈開始 無論是載具也好 或者是兵仔也好 它那個關節都很實正 所以變成你怎樣玩 怎樣扭 怎樣扭 我不敢說 如果你連續扭三個月 會不會鬆 我不知道 但起碼我現在玩上手的感覺 就很實正 而且不會說 拿著這麼大支會不舉 這個真的不用擔心 而且你真的可以 是一件玩具去狠狠地玩 其實玩下去 手也有跳尺 是 跳尺就耐玩一點 而且手也有火龍手指 也挺好玩的 而且這把鼻刀真的要展示出來 這把是戒女神器 就是傳說中的戒刀 這個格鬥戰用來說 其實這把刀都很實際 變成了整部Lorin 都是近攻也可以 遠攻也可以 正如阿迪所說 它有一個叫半可動 我會稱之為半可動 這個手指 它又不是全可動 但是很實正 它的刀很不錯 所以變成雙手握槍就很棒 其實我沒有時間帶一些雙類似的產品 變成大家家裡… 有一個聯動的 可以拍一拍 其實這樣才是最好玩的 如果你說有買其他同系列的產品 就著筍位塞進去 當然你說去到Dynacom的級數 就差一折 但是它已經是一個極之創作的玩法 可以 要型的就有得型的 現在見 前面 擅長的英俊 擅長的Sniper 的姿勢 以及大致上 和人的比例 就是這麼多 前面三件 巨鹿 Abandon小隊 巨鹿小隊 在故事中 97年成立之後 也是一個主力 在Aside Wing出現的小隊 變成地獄部隊 你見到 跟回本身 其實 劇中的裝備 變成地獄士官 可以率領小隊 作為 這個 帝王那邊的前線部隊的力量 劇中是幾常出現的一個步兵隊 這次其實是三隻裝備 關節同樣地可以怎樣玩呢 不過也不用多說 大家有看開的 都知道 你是怎樣扭都可以 不過 阿德哥你問我 如果是 我覺得這隻 縮小了3.75吋的優勢 就是它沒有那麼多 層層的臨層 整體的感覺很好扭 整體的感覺 即是比起它本身那個 是幾吋 5吋 4.75吋 4.75吋 3.75吋 這個是3.75吋 這個沒有3.75吋 這個沒有3.75吋 這個只有2.75吋 即是比起那個3.75吋 這個很扭 不過我自己 其實我真的 反而喜歡大比例少少的人 小大的 你可以展示到多一點 所以玩的方法就不同 你要展示到兩吋多 你才可以就著載具 就是在一個 先出不了多些載具 要不然3.75吋 就會太貴 上次那個載具 我真的 真心推介 又多玩法 又實質 顏色又漂亮 又好玩 不過這隻 我覺得挺值得推介給朋友 因為 第一 它有老鬼阿博 第二 本身這隻也真的好玩 有頭雕真的不同 是啊 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要玩S-Ring 3.75吋是玩人仔 這隻是玩載具 是啊 你沒有辦法 你這個尺寸 你真的才可以充出大型載具 如果不是 你充滿物品 幾千幾千 你搞不好 接下來這個尺寸 是不是會充出 裝俠夾兵 是啊 有興趣 我相信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應該要進去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其實我中了 Saldos 是甚麼玩 他那個 功錄小隊 連動玩法 其實適合裝俠夾兵 有些裝備 我想說,本身這隻的工具 都可以塞進去裝入騎兵那裏玩 是呀,變成很棒 不過你問我,我覺得他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他上色方面 都是主要用膠色 如果他可以做一些舊化 好像3.75吋 系列那樣,其實就完美 你多付多少錢,老實實 上色,可以貴 可以不貴,看你怎樣玩 不過如果你說,顏色方面 原來這隻,我覺得真的合格有餘 看上去,不算很膠 雖然他很多,其實都是啤膠色 但是你見,有不同的配搭 有部分上色,變成一個感覺 就差很遠 因為他主要用暗色,所以感覺上 就沒有那麼膠 淺綠那些,我都幾建議 如果不做舊化 就噴多一層光油 感覺就會齊全一點 我看上去很多膠,見他用了磨砂 磨砂,所以 看上去比較滑 沒有反過,沒有膠 就差很遠 另外也可以看看 Abandon Chopper 各有各不同的細節 當然了,其實工具不止三支 很少,好像跟六支槍 六支槍,你看看 五支槍就有了 如果真的玩開這個系列 是要玩人仔的 也絕對是非常之好玩的 德哥,德哥 工人價位是多少? 好像一個是二百多 一個是三百多 裝甲三百多嗎? 是呀,三百多 這件是正 這件真的正 挺推介給朋友 挑一,麻煩 好,又差不多了 今次的速度很快 正好 正好 都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正好 有些什麼 爆完之後再慢慢 再慢慢 好 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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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 拼機甲 很多次 發音